又來到我們Laser 反轉課堂的電腦系統的第二講 上一課我們講到一些關於超級電腦、大型電腦 我們沒什麼機會接觸,坦白說 我大型電腦都見過 大型電腦我真的沒見過 實體真的摸到那些沒見過 今天就講回一些 我們英文就叫做down to earth 可能是我們經常講到地、貼地多一點 就是我們認識個人電腦的特點 和分辨不同的個人電腦 個人電腦是一個很大的範疇 我們今天就去看看 什麼為之個人電腦呢 基本上我們個人電腦的定義就是一個用戶的電腦 什麼叫一個用戶的電腦呢 即是你的電腦理論上同一時間不會有幾十人 或者幾個人進去做用的 你說不是我和姐姐的電腦啊 你不是同一時間用的嘛 即是你不會和姐姐同一時間用的嘛 當然有些設備能夠做到這件事 但我們先不講那些 我們基本上就是講個人電腦就是自己用的 最簡單 你的平板電腦 你的手提電話 你的可能是桌面電腦 這些都是你的notebook 都會我們是定義為個人電腦的 因為同一時間只是一個人用戶用的 所以你要記住 同一時間這個就變成一個重點了 可能你自己在筆記上加上了 另外體積其實就 一定跟大型電腦和超級電腦沒得比的了 甚至乎 那個趨勢就是個人電腦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為什麼呢 可攜性 即是我可以帶來帶去等等 以及個人電腦傾向就是內用程度 即是電腦是否耐用的 這些我們是會考慮的 所以變成就兩邊離開了 大型電腦和超級電腦 和個人電腦就完全不同了 這兩個就是我們很簡單去定義了個人電腦 好,那有不同款的個人電腦 你書裡面可能會多了一兩個 不過我覺得那個工作站那個就不... 我不要放在書上 即是我amene 我不要放在我這個課堂上 好,那究竟有哪些不同的個人電腦呢 桌上電腦,即是我們英文的desk top 即是有一個主機 加一個螢幕 加一個keyboard,加一隻 mouse 這個就叫做桌上電腦 記住吧,這個是我們的桌上電腦 好,第二個就是筆記寶形電腦 即是我們的notebook 或者有些外籍人不是叫notebook 即是叫做notebook 叫做laptop Laptop 上面那個就是desktop desktop 都是top 筆記寶形電腦我估計現在都不是一件新事物來的了 好,另外有些叫掌上營電腦 我在這裡賣個關子,先不說什麼 接著最後就有些叫網絡電腦 這些四大款的 我估計你們其實呢 如果你一早就告訴我們什麼叫掌上營電腦呢 頭三個是你們經常會接觸到的 其實網絡電腦你們都經常接觸 不過你不知道那件事是網絡電腦而已 這個就和大家的生活上有些關係了,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好,首先掌上營電腦 我們剛才介定了這麼多款的電腦 其實每一款都有自己的特質 首先講掌上營電腦 掌上營電腦有一個很重要的優勢 是擴展性很高的 因為我這部主機裏面會有很多卡槽 然後我可以插一些擴展性的卡 譬如我想插一張顯示卡 以前我的年代就要看電視 不是有數碼電視,沒有網絡電視 我們就要買一張電視卡 這部電腦擴展性很多的 還有我可以換RAM 換Hard Disk 換CPU都可以的 所以我們掌上電腦有最好的東西就是擴展性很高 但是有利有弊 相對其他個人電腦來說 它的體積會大 即是硬小也好 我們接下來如果大家有機會的話 就在6047就會看到了 基本上現在有些電腦很小的 貼在這個螢幕後面 不是一體化 貼在螢幕後面 如果我們處理好 或者我們復課的時候就可以去看一看 體積很大 即使這部電腦都會有螢幕的位置 螢幕譬如現在 限定也有22、3吋 或者27吋 那你就要有20多吋的位置 當然在它那裡 剛才我講了一個工作站 我不講的 不過大概告訴你的情況就是 你當工作站是一個強大功能的灼上電腦 不要再去到 我覺得畫得太細也沒什麼意思 所以你自己就要記住了 好了 手提電腦或者我們叫做筆記保養電腦 其實就是什麼來的 很簡單 你將你桌上的螢幕 主機 鍵盤 就是Mouse 就整理在一起 這個我們就叫做筆記保養電腦 相對地筆記保養電腦 是教這個桌上電腦輕一點 可以容易拿來拿去 這樣的 但是記住 當如那個規格相約 價錢是教這個桌上電腦貴的 這裡想提醒大家 你看到我特意加了頭四個字 商約的規格 我們一定是要 我經常都說 Apple to Apple 我們答問題上一定是Apple to Apple 你沒有理由不是在同一個平台 同一個準則到上面比較的 就是說我部電腦 桌上電腦就雞到不雞 真的很差勁 接著我部Notebook就勁到不勁 那一定是Notebook貴 吊磚 我部桌上電腦就勁到超勁的 我部Notebook就超便宜的 那一定是桌上電腦貴 所以我們比較的時候 一定是商約規格 盡量說這個字出來 我想就是說 桌上電腦很大 擴充性高 Notebook就放在一起 甚至乎你看到這些 比如說這個位置 有些Mouse 我們上次學了這個 這些位置在input output的時候 上年度我們都學了 這個就是筆記保養電腦 我自己傾向現在都用筆記保養電腦 第一件事就是我不需要這麼擴充性 因為筆記保養電腦一般來說 去到upgrade是困難的 但是現在的機器 其實陰謀論這麼說 通常三年左右就已經壞了 電腦就很頂得數了 所以其實可能你已經upgrade你的電腦了 所以對我來說 其實三年後如果用筆記保養電腦也會賣的 所以不如買筆記保養電腦吧 不要緊,擴充性低 當然有些人就想 不,我的電腦是用十幾二十年的照片 那一定是桌上電腦 因為你可以upgrade等等 當然有些人都說我用十幾二十年都是筆記保養電腦的 這樣也可以 好了,掌上型電腦或者掌上電腦 你會看到其實一看這個你就知道是甚麼 原來我們早期的掌上型電腦就是一些電子手帳 我經常說的Palm 是一個真的用來mark的行事力 尤其是做商業的那些人 用來mark行事力用的 後期就多一點可以安裝一些app 有些人寫program 但現在就沒有了 Palm這東西就沒有了 那間公司都好像結束了 那剩下甚麼呢 現在的智能電話 平板電腦 有一段時間有一些叫latchbook 我們又是了,過去了過氣了的東西我就不說了 至於現在來說 掌上型電腦就是智能電話 還有平板 它有一個特點 掌上型電腦的特點就是第一樣東西小 當然,不是呀Sir 現在我的平板我都十二點幾吋了 和我的notebook差不多而已 但anyway,在我們的設計上來說 都會覺得平板 我們掌上型電腦是相對的小的 然後通常就是會支援手寫筆 或者觸色屏幕 這些是它的特點來的 你們現在用的掌上型電腦 是多於用普通電腦的 即是桌上好、notebook好的 那為甚麼現在的電話很厲害呢 就是因為其實根本就是一部電腦來的 這個大家就留意了 好了,網絡電腦了 甚麼以為是網絡電腦呢 網絡電腦還沒見過甚麼來的 你去一些Dude Hong 超級市場 7-Dude-Dude那些 其實在用的那些有部份是網絡電腦來的 它基本上有部電腦 這部電腦是沒有甚麼 例如Hard Disk、Display Card等等 不是很厲害的 或者是基本的東西 甚至乎有些是Hard Disk都沒有的 它沒有擴充槽,不可以加任何東西 然後它最多是Touch Screen 然後這部電腦就透過網絡電腦 接駁去可能它的伺服器 一些地方 去到用它的處理 所以這部電腦的成本是很低的 因為是很便宜的 這個CPU可能很差到不差 然後那些東西基本上是低要求到不低 因為我最終 我不用在這裡計算的 我全部丟到我的伺服器裡計算 所以譬如我們買東西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Dude 買薯片 可能配合一些Barcode Scanner 然後呢 Dude 完之後在這裡計算 你看到要計算了 最後給甚麼錢、給甚麼卡、收甚麼卡等等 然後去到做 這個就是網絡電腦 主要網絡電腦 你問我最重要的就是有一個網絡界面卡 去到駁到伺服器裡的 好了,今天到這裡我們又結束了 希望大家起碼懂得分辨自己現在用的電腦是哪一類別 亦都知道他們的差異 譬如說網絡電腦 掌上營電腦 和Notebook、Laptop那些有甚麼分別 好了,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